哥 哥 快来快来 好了 快过来看看 这得多大一头水 我 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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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质保啊 咱又是把这家伙弄到手了 走走走 哥哥哥 咋了 这么大个一头水 怕是要成精了 咱还是别招惹他 不为师不为手势 还得回吧 你怎么又要回 看看 看看 这可是山中七真的 你不会不知道它其中的价值吧 现在连祖师爷都在帮咱 咱得接着呀 不是我不想干 是咱哥姐 该稳弄不过他 咱别把命打在这儿啊 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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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显中求 只要把这家伙弄到手 再下半辈子就够花了 队长 队长 总实业的招牌 你不管了 刀上的脸面你也不要了 行 你不管 我管 你不要 我要 那你没有家人 我要 你帮我看看这什么鸟 这个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不是破路啊 是破路 这是椰子猫 还有灰孔雀 天哪 太好了吧 咱们这次啊 算是来对地方了 不过可惜啊 那条大蛇 不知道以后啊 还能不能再见到 去哪儿了 不是你让我去探路了吗 你俩是不是有一腿啊 我跟你俩说啊 这事我不同意 问你什么事 好了 你俩别闹了 哎 刚才探路怎么样啊 路没探着 但是看到有人 有人 这不是无人区吗 所以说咯 走 去看看 嗯 行不行 行不行 太好 只能这样 够长的 谁 您好 老爷子 我们是 哎 您受伤了 小姑娘 你这样可不行啊 来 搭把手 哎 哎 你们 你们要 两位别紧张 我们不是坏人 对对对 我们呀是杂志社的 啊 对 那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咋啦 遇到抢劫的啦 这儿还有山北啊 哎 别瞎说 老爷子 您看方便的话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您看这荒山野岭的 大家遇到什么危险啊 也彼此相互有个照应 不是我有意隐瞒 你看 这怕是说出来 你们也不信 这山里 有一条大蛇 你看 我知道你们不信 老爷子 不是不相信 您说那条大蛇呀 我们见过 嗯 您看 是这条蛇吗 对 就是它 传说中的蛇王 蛇王 嗯 老爷子 能跟我们说说他的来历吗 嗯 嗯 来 来 坐下 哎 谢谢 来 坐下 据老一辈传言 打民国那会儿 有一天 地动三摇 这县人们都瞎坏了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是地震 可能就是因为这地震吧 蛇王陷了身 当时山口的几户人家看见蛇王 那时吓得魂飞魄散 四处逃命 蛇王也是暴躁异常 见人就咬 眼看那几户人家就要被涂光了 这时候 来了位道士 狩猎坚决 先锋道骨 嘴里振振有词 嘀咕了几句 就把蛇王赶跑了 那道士啊 临走之前说 已经跟蛇王交代好了 不但不会侵犯人畜 还能保一方水土的平安 哎 说来也怪了 从此以后 就真的再也没见到我蛇王了 就连经常 下山掉走牛羊的虎熊 也基本没有了 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 蛇王 你觉得这爷俩说话 难信吗 这没什么可怀疑的呀 你想说什么 我都觉得有点玄乎 都知道民国了 不都说了吗 就是个传说 还有那个蛇 听了道士的话 不再扰民了 你不觉得这很扯吗 这个肯定是被媒化了 你一个编辑 怎么还叫起这儿来了 你看啊 这条大蛇呀很明显 已经处于了食物链的顶端 渐渐地呢 维护了整个丛林 和群体动物的生态平衡 它们不知道这些 因为这大蛇呀 就是这山里的守护者 体积那么大 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咱们看之前登陆一个 学术报道啊 说是在高氧的区域 有一些生物会因为 氧含量高 所以体积变得很大 你说是不是 跟这个有关系啊 当然了 绝对有这个可能 在石探季时期啊 这地球的含氧量 高达百分之四十五 体积巨大的生物到处都是 一只蜻蜓啊 比现在的轿车还要大 所以我怀疑啊 这里的某一处 一定有类似于 这样的高氧环境 当然了 最终还是得让专家去 破解这个谜题